许氏集团董事长李佳琴 刚因小儿子去世 伤心过度 心脏重体 将年54岁 目前许氏集团 学堂 我陪你演了八年的谢 终于 许家还有许统 死生里也有继承军 许家 还轮不到你 为什么 只要我娶了她 许氏集团 就是我的了 为什么你们 你跟莫言 含不清不楚的 我碰你妹妹怎么了 因为是你让我 接上莫言 寒记来帮你的 不是她 我怎么爬到 今天这个位置 所以 再帮我最后一次 把许家的印章交出来 是啊 姐姐 等明安拿到印章了 我们三宫 还是一家人 小梦 我现在 恨不得 吃了你的手 喝你的血 谢 给业不要脸 来人 把他们的阿玛吃 一样能继承许家 生时集团 放开我 明安哥哥 你在这之前 你先爽爽 徐语图 宋明安 你们不得好死 我就是做鬼 想回来找你们 静人 莫言和 你怎么在这 徐月堂 你为了宋明安 给我下药 莫言和 你 不是你把我 遇到这儿的吗 给我你弟的酒 现在 你问我 我好像 重拾回来三年前的集团晚宴 那个时候 不好 莫言和 是我 但是不是我给你下的药 你快起来 绝对 又在耍什么把戏 你快走 是有人 小心害我们 不行 我 你得帮我 帮我 别在我身上 留下痕迹 你放心 我会让你的围会 好 风尸淘弹 我会让你的围会 在我身上 热 没 你 你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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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做完就烦你不认人了 我们刚才只是被陷害了 不要放心上 既然这样的话 就别再要求 给宋梅安住次 等等 怎么 我后悔 我的要求是 不许你帮宋梅安还债 因为我恨 我要借你的手 宋梅安的环境 骗我几次 唐唐 有人来了 唐唐你在里面吗 你姐真的在里面吗 姐姐说她呀 不舒服要休息一下 姐姐不会晕倒在里面了吧 姐姐 姐姐 你你是为婚夫的人 怎么能和别的男人 做这样的事情 你嚷嚷什么 我 做什么了吗 我知道爸爸 想跟盛世集团 所以就趁这个时间 约了莫先生 过来聊聊 聊聊我们许世的企业文化 和历史 可是 可是莫先生 之前她刚刚说过 确实在宋梅安投资 你不是说 要报复莫先生吗 让她明昇了极 怎么就 闭嘴 唐唐 你怎么能打童童呢 再怎么说 她也是你亲妹妹 亲妹妹 亲妹妹 就能这么污蔑我吗 要是许世的声誉 因此的破坏 爷爷 会直接杀了你 我没有 之前 之前都没人说过 不然 我没有 不然你锁什么门呢 够了 谁也别说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啊 当我是死了吗 莫先生 这 什么家事 今天 要么给个交代 要 怕死 爸爸 救我 莫先生 他真的会 我马上去派人 查监控 你不是清白的吗 他要什么呀 我 我没有 痛痛 妈妈信你啊 莫先生 门是酒店服务员所的 服务员我已经带过来了 莫先生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 我不想要费时间 徐小姐 求求我呀 徐小姐 徐小姐 你见我做什么呀 我后来都没有见过你 说 是谁 是谁上班 你约罢了的 疼痛 真的是你 不是我 不是我 疼痛 疼痛 疼痛快就救我去了 疼痛的血液碧还要下转 喂 阿姨 你放心 我有办法 你要干什么 给他治病啊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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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或者是个多余的外人 呃 别哭 是他们不懂你的好 谢谢你 不用谢 你刚刚 不是已经用身体卸过了吗 莫远涵 你一定要这么伤害我吗 伤害你 你还记得 两年前我和你订婚宴吗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嫁给你 我讨厌莲姻 对不起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不然司机送你回去 莫远涵 今天我已经对你仁值一斤了 别被我对你动手 我想跟你谈个合作 有关于许氏 跟宋氏集团 丽人 至少能翻三番 什么合作 还不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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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够东西 再不还钱 老子冻死你 还 还 我一定还 你拿什么款 你们宋家都快破产了 难道 宋大少爷想去卖屁股 我没有关系 是许氏大小姐 她是我的舔狗 我问了她做什么 她就做什么 有 许氏 那个是个肥羊 可以啊 还不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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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 四千了 你要是还不上 我大哥可亲自会 扒了你的皮 送到你家大门口 不是 一千五百万吗 靠 借钱不用给利息啊 睡了我妹妹 不用给钱的呀 够东西 想白嫖 你有那个命吗 我没问题 会帮我还的 还 还哪 给你十天 你最好能还上 否则老子会收了你的命啊 走 去管呢 您播教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播 这 绝对 你这个贱人 马他竟然敢躲着我 他怎么来了 大晚上还有约会 许大小姐可真的忙 约什么会 估计 又是来要钱的 真恶心 那 我替你赶走他 这种事 我想亲自动手 我看你是舍不得吧 不提他了 倒是你 少抽点烟 几年前中过伤 还没恢复完吧 对自己好点 别让我担心 他怎么会知道 唐唐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你债务的事 你帮我想好了吗 哪来的乞丐 我们认识吗 宝贝 你怎么又生气了 谁又惹你了 我是你的亲亲老公啊 我可没有 像乞丐人的老公 更何况 我最讨厌的人 一见面就给我提起 分手吧 不想看到你 唐唐 唐唐 许月唐 整个三九州 上流地区的家族 都知道你对我死心塌地 你了我 我看谁敢要你 当年许大小姐 就为了这种 我放弃你的 也太 总在说错了 说我多言了 不过你说的也对 我的确不能完全相信他 你去替我办件事情 什么 把宋明安给我绑头 等他放心 我一定办到 走吧 唐唐 许月唐 老婆 你快出来见我 你不出来见我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走的 老婆 就你还想去许大小姐 我劝你放松明点 别再纠缠她了 是许月唐叫你们来的吧 快叫唐唐出来见我 我和唐唐是真爱 唐唐 我叫不到她 我是绝对不会走的 你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是吧 什么事 再出来一趟 送你个礼物 我还有事 一会儿给你回电话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一个女孩子 不知道外面危险吗 爷爷 怎么哭了 是不是你爸爸和那个女人 让你受委屈了 爷爷 爷爷 姐姐 不是我 我亲爱的时候 爷爷 爷爷就已经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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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假 你不要再说话了 爷爷 你冲住 爷爷 救命 救命 快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我没事 只是 隐心眼镜 带时间太长了 有点划骗了 月堂 你还知道回来 你把妹妹逼成这样 自己还在外面玩得开心 没心干的东西 是我逼她的吗 不是徐宇童 他自己先胡说八道 惹怒了莫言汉 你 你什么你 那个徐宇童又做什么了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别惹那个莫言汉 这小子先 我是我们老许家 能降得住的 爸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啊 堂堂和童童 发生了点口角 被莫先生听到了 那就管好你的女儿 别没事 扔我们堂堂 您说的对 今天啊 宋家给我打电话 说要提前婚期 我看堂堂 这么盼望着嫁给宋明安 我就替她答应了 哈哈 哈哈 哼 我要补费 啊 堂堂 堂堂 你疯了 薛堂 你太任性了 会婚事随口说了的吗 以后不许再提 这件事我绝对不同意 爷爷 爸 我毁婚 是为了许家豪 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件事 不管你们同不同意 我都要做 你这个孽障 给我住手 爸 你太心疼薛堂了 才让他现在这样 骄动自私 当年 我不同意你去豪敏 你不也照样没听我的吗 哇 给我滚回你房间去 这个家 现在还是我做主 滚 都滚 爸 我这 堂堂 你为什么要毁婚呢 你不是一直喜欢宋明安的吧 爷爷 宋明安欠了一千五百万 宋家付得起这个钱 他却要我给他兜底 还要我去求 我燕涵 他根本就不爱我 他爱他 只是许家的家产 和资源 可是 你们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呀 这个事情不处理好 许家的颜面就要丢尽了 许家的股价 也不会受到影响的 爷爷 您放心 我向您保证 这场婚礼 最后丢尽颜面的 只会是宋剑 堂堂 这件事 爷爷不能答应 爷爷 这两家联姻是大事 换成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闹得满城风雨的 现在说分就分 没有恰当的理由 爷爷不会同意的 我会向你证明 宋明安的真命 这么热的天 你叫我来干嘛 月堂 之前在酒店 你说 你想和我合作 嗯 是 你说你恨宋明安 想和她分手 同样的话 我不想讲第二 你还想骗我多少次 几分钟前 你后妈和宋家 已经在讨论 三天后的婚礼细节 那不是我的意思 我不信 那 你还要我怎么证明啊 来人 莫言海 你是什么意思 虽然我很想相信 可见于前车之前 我想 你这么多看 好 别 别 别 去死吧 放开 够了 我信你 你可真没意思 别生气嘛 你难得这么主动 我总要谨慎一点吧 作为补偿 把它交给我 怎么 又舍不得了 莫言海 你到底有完没完 来人 搭把手 帮许大小姐 把人 抬回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明安怎么会惹着莫言海 那个杀心啊 明安做生意 欠了钱 债主知道 莫先生是他舅舅 就找到他那儿去了 什么 莫先生生气了 就要弄死明安 我 我求了他好久 他才肯放过明安的 唐唐 我的好孩子 是我而明安连累你了 让你受苦了 我管你放心 我 卫言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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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明安没事 我就放心了 但是 那帮催债的人那么恼 万一 我们的订婚宴怎么办呢 堂堂你放心 明安一定会把钱还清楚的 一定不会影响我们的订婚宴 那我就放心了 好孩子 明安这段时间 就劳烦你多照顾了 阿姨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您不要过来 救命啊 救命 你冷静点 我没想过要杀你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莫言还是不会放过你的 堂堂 我就知道 你不是真的想跟我分手 可是我欠了好多钱 我可以怎么办呢 你爸妈 已经知道你倩倩的事了 你妈 我爸知道了 那他已经会对我失望透顶的 他在外面有那么多私生子 不行 不行 你救命 达达 你一定要帮我 我能怎么办呢 我家里人 也劝着我跟你分手 你知道 我有多为难吗 你一定有办法的 对了 堂堂 你母亲不是给你留了一套避产吗 明安 那是我妈留给我最后的东西了 可是我是你的爱人呢 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互帮互助 不是应该的吗 你要是真的这么想的话 那就把你手上宋氏集团的股份 抵押给我 把你手上的股份 抵押给我 荡荡 你不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了 但是 我都用我妈的遗产 爷爷他肯定会知道的 我要对爷爷有个交代 否则 万一他更误会你 我再考虑考虑 明安 爷爷知道这件事过后 一直劝我跟你分手 可是我不愿意 我相信 等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爷爷一定会把许家交给你的 但 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 那 许悦康 果然还是以前那个恋爱脑 等等 我怎么可能不信你 你说什么 我就做什么 等我出院后 咱就把股权转让合同书给签了 怎么样 嗯 放开我 许大小姐 才一个晚上就翻你不认人命 你来这干什么 会被宋明安发现的 刚刚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骂了我整整三个小时 你倒是撇得干净 大小姐 敢拿我莫艳涵当枪使的人 可都死了 那 这样可以吗 你倒是主动 那莫先生 再帮我一个忙 替我成立一家金融公司 我要给宋明安 下个套 帮你 有什么好处 大小姐不会以为 再用一个吻就把我打发了吧 听说你最近 在投资一个拍卖行 你帮我做这个 我帮你 赚一大笔 你把香味的外套 让你也不太会撒娇 却会把明珠嘴角 这刚好就是对你用一些伤透的预想 现在主动是否有点操 你知道我不缺钱 我缺的是 今天不行 等我解决完宋家 再好好谈谈我们的婚事 你知道欺骗我我也很想好吗 传家吧 当嫁者 不是每个人都有 浪漫的邂逅 所以我们如何都不乱 拼礼下次给你 汤汤 这是股权转让的合同 看一下 宋明安明下所有股份 将于两亿价格转卖给雪月堂 你不是只欠了一千五百万 我再就有个兄弟 带我一起做项目 他炒云游 赚了不少钱 我计划 承拨大的 让我爸对我另一眼看 你看我计划把股份全部卖出去 多投点钱 不是我不相信你 只是现在外面骗子太多 我前几天还看到新闻 我怎么可能被骗 堂堂 我赚钱了一定给你买礼物 谢谢你这么一直支持我 我本来 不应该跟你提的 是周末游场拍卖会的 亚洲 是我妈留了在外的礼物 我本来想自己买下来的 可钱全都给了你 我手头实在是借 堂堂 你那么爱我 我怎么可能连这么一点病忘 都不给你实现呢 宁安 你对我 真的太好了 许伯伯 彤彤 你们也来了 今天那条维东利亚石七蓝宝石项链 我很喜欢 爸爸说了 要送给我 对 那个不是 堂堂母亲的遗物吗 圆圆 是有这么一条项链 姐姐 真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呢 不过 爸爸既然说了要送给我 我会说话不算数的吧 当然不会 你们母女倒是真相 哪怕是别人的事 我上来争抢一口 千怪不怪 许越堂 胡说八道什么呢 许伯伯 堂堂今天心情不好 我们先行一步 好了好了 各位贵宾 下面拍卖的是本次拍卖会的压咒 维多利亚西蓝蓝宝石项链 起拍价一千万 一千五百万 一千六百万 姐姐 这还没有结婚呢 就让明安哥哥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 不太好吧 人不聪明 手掌子扇得到天 也不怕被人堕了 这礼物 是我问你要的吗 啊 是我心甘情愿送的 在我心里啊 什么礼物都配不上你 两千万 明安哥哥 你就不能换个礼物送给姐姐吗 我等了好久才有这次拍卖会的 堂堂 要不 你要是心疼了的话 就拍下来送给他 我这个人大方的狠 一定不会和你生气 全天下午我只心疼你 别的女人 我都不放在眼里的 四千万 堂堂 这个价格太高了 明安 这是我妈妈的遗物 要是 落到了小三女儿的手上 我就真的不配为人子女 放心 这钱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咱们俩之间还说什么还不还的 我只希望你能开开细心的 别哭了啊 偷偷 这个价位不划算 还是算了 没必要拉你钱 爸爸 你答应我的 你才十九岁 就问爸爸要这么贵这么的礼物 不太好 要你管 堂堂说的对 要不爸爸给你买点别的吧 我不 四千万三次 成交 本次拍卖压轴品 由宋氏集团 宋少拍下 不好意思 你有点事 我先走了 唐唐唐 你真美 哎呀 姐姐 这一不小心啊 狡猾了 你不会这么小气的吧 哎呀 不好意思 我也一不小心 手滑了 你也不会那么小气的吧 不好意思啊 彤彤 徐小姐 箱里可以维修 到时候把新的给您送过去 麻烦你们了 堂堂 她叫一小孩 你跟她生什么气吗 这礼物 是你送给我的 这又不是真的礼物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大小姐 你不懂血 我怎么敢怠慢呢 替我换个名义卖点 务必 让徐宇童看见 你就不怕宋明安知道吗 我做了两条 这条 是假的 真的 你带走 你倒是很会做生意啊 主要是 缺钱呢 缺钱你问我要啊 钱呢 我自己会赚 用不着你给 这是项链的分成 没有这场好戏 这条项链 多半会流拍 行 那就当是你 提前你的彩礼了 多点手啊 这只是定精 回头再补 唐唐 在跟谁说话呢 进入公司的事 你继续帮我跟进 回见 爷爷 我再问流浪猫呢 今天没见着 我先睡啦 这孩子 大半夜的 附近哪有什么猫啊 有呢 小野猫 明安哥哥 人家把什么都给你了 还别不顾 姐姐在你心里的位置 怎么会 许越堂那个女人 骄纵又无趣 拿笔的上你床上功夫好呀 海天心 会照顾人呢 那你 还给她买那么贵的项链啊 那就是为了得到许氏集团 等它没用了 我一定给你报仇 那都是多久以后的事啊 明安哥哥 我昨天 看到国外拍卖行 有条一模一样的项链 你买给我好不好 这 给唐唐知道不太好吧 人家保证 不让他知道 你个年人精 让哥哥再好 开心开心一下 好不好 讨厌 谁进了我房间 动我项链了 二小姐昨天上午进去过 唐唐 项链怎么了 这条项链 是假的 唐唐 你会不会是弄错了呀 这项链 是我妈妈的遗物 我绝不会弄错 姐姐 你的脸色 怎么那么难看呀 你别误会啊 这条项链 这项链 哪来的 唐唐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伤了 妹妹 阿姨 我知道 你心疼亲生女儿 但继母的女儿 也是女儿 所有人都知道 这条项链 是宋明安送给我的 怎么 就到了徐玉桐脖子上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条项链 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 这项链 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古董 你哪个男朋友 有这个身价 怎么了 爸爸 你看姐姐 她冤枉我 抢了她项链 你看 她把我脖子搞成这样 徐玉桃 别起伏妹 爸 妹弟 徐玉桐 有多想要这项链 你都看在那 今天 当着所有人的命 你还有偏心吗 彤彤 给你姐姐道歉 爸爸 连你也不相信我 抱歉 我没错 我恨你们 彤彤 你气坏了身体 彤彤 彤彤 妈妈 彤彤 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 别哭了 妈妈 那条项链 是送明安送给我的 徐玉桃那个贱人 颠倒黑白 我一定要把项链 抢回来 彤彤 你已经不是和别人 抢玩具的小孩子了 别老就这一条项链不放 我希望你的眼光 放长远一点 可是 妈妈 徐玉桃还冤枉我 他还抢走我的项链 谢谢一点 别老想着你那什么项链项链 想想别人为什么看不起你 为什么 宋明安不和你订婚 是因为 我不能继承许氏集团 所以 他们都看不起我 对 彤彤 所以你要振作起来 等你拿下了许氏集团 他们自然会追着你跑 妈妈 我要许氏集团 这才是我的乖女儿 既然你们心里那么小 那我就帮帮你们 莫先生 明天有空吗 来我家一趟 有惊喜 爷爷 请喝茶 还不错 爷爷 其实我 爷爷 唐唐唐 你回来了 嗯 莫先生 我想找老爷子 谈一点生意上的事情 这是第一次上门的一点心意 老爷子 别客气 唐唐 怎么回事 我之前 和莫先生 聊过许氏 和盛氏集团的合作 最近 清水湾项目正在招标 所以 就请莫先生来家里详谈 莫先生 请坐 唐唐 这么大的事 你这孩子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爷爷 我想给你个惊喜吗 嗯 对了 这是我的计划书 您 看完再骂我 这是你做的 莫先生 也给了不少参考意见 徐大小姐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 是个人才 而且 非常有诚意 清水湾 是近年来政府最大的项目 如果能拿下这个标 至少有几十亿的利润 可是 盛氏集团 为什么能和我们合作 这蛋糕大了 资金压力也大 有人分担是好事 更何况 我信得过许大小姐 也信得过许氏 爷爷 我每天看你和爸爸 为了集团的事那么忙 您现在身体也不好 我真的很想为你们分担 好孩子 爷爷终于等到你开窍的一天了 好 你愿做什么 尽管去做 爷爷支持你 谢谢爷爷 爷爷 我也马上实习工作了 我也想进公司帮忙 我记得你学舞蹈专业的 你进公司能做什么呢 爷爷 那就让彤彤 从基层学起来吧 反正大家都是一家人 他迟早要进公司帮忙的 好 那就这么定了 徐玉彤 下午把这些文件整理出来 下午开会要用 这么多 我怎么坐得过来 你敢故意针对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怎么回事 徐经理 我让徐玉彤 把文件整理出来 莫名其妙 徐玉彤 你不是来这做大小姐的 不想干就滚回家去 你怎么欺负我 我要告诉爸爸 通知人士 让徐玉彤鬼蛋 再写份报告 给徐总说明情况 是 姐姐 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这机会好不好 上午之前 派完所有传单 下午整理数据 做不完就加班 这么多 你要累死我吗 莫先生 已经在会议室等很久 投标不 开会 你好 请关注一下 你好 请关注一下 你好 请关注一下 我们许师集团零食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 将来长大了 就跟他一样 你儿一样 你儿一样 你是说徐月堂故意让你下雨天发传单 是想必你离开雪市 他就是嫉妒我 怕我抢了他的位置 明安哥哥你要帮我 你一个学跳舞的 学什么做生意吗 做久了 腰会粗的 在家当个娇小姐 挺好的 人家进公司 不也是为了这样能帮你吗 结果 你就会泼我冷水 宝贝 委屈你了 来 哥哥亲亲 少忽悠我 那你想怎么样 我要告诉爸爸 你给我当证人 让爸爸给我主持公道 宝贝 你现在就算去找 许伯伯帮你讨回公道 你也留不在公司了 那我怎么办 宝贝 为了我 再忍忍 爸现在要我参与清水湾的投标 如果许月堂不同意 我还需要你在许氏 给我当眼线 明安哥哥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 许月堂 你的未婚夫 最爱的人还是我 这是我特地托人从法国带来的波尔豆红 尝尝看 下午还要开会 就不喝了 你是白天晚上的忙 你看都把你累瘦了 要不这个项目咱不做了 我赢你 宝贝 你看 这是我进公司的第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 对我也很重要 而且 你不是刚投资了个金融公司吗 赚的还不够啊 这 凉码事 我爸是要看我对宋氏集团 能带来多少利益 老婆你就帮帮我嘛 我还不是为了你 我不努力站稳脚跟 将来结了婚 你连许家的边都站不到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我 我进许氏以后 我后妈跟许宇童 就想着我出错赶我出门 你也要帮他们吗 我 堂堂 明暗哥哥 看来姐姐也没有多爱你嘛 他都不愿意为了你 牺牲自己呢 许月堂最近是越来越奇怪了 要不要我帮你啊 我可以 把招标收 许月堂 我看你这次还怎么高傲 堂堂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啊姐姐 你可千万别误会了 刚刚啊 姐夫只是领歪歪了 我爸还记呢 投标之前 跟对手公司负责人混在一起 说你是商业间谍都便宜了你 你别冤枉我了 我只是碰巧碰到了姐夫而已 够了 现在没空管你 都回去再收拾你 一会儿有很多记者 堂堂 既然是对手公司 那就别走太近了 小姐姐说什么呢 我跟堂堂都已经婚了 这点算什么 宋大少 还是洗干净 衬衬衬的口红力 再听这场吧 唱标结束 十五分钟后 进行讲标流程 请各位负责人 按照排序做好准备 不得进 为什么我们跟宋家的数据 几乎一模一样 电脑给我 是徐玉彤 偷了我的书标 给宋明安 你这个妹妹 倒是大方 回头再收拾她 奖标马上就要开始了 给我检查一下投标书 别担心 交给我解决 我自己犯的错 我自己来弥补 我们排在最后面 时间还来得及 我先修改一下备用标书 这就是我们的方案 谢谢 你做得很好 怎么一定会要 我尽力了 你不是说把他标识换了吗 你怎么办事的 我也不知道啊 我明明都已经换掉了 这下可怎么办 万一 放心 评委我已经打点好了 许悦堂他就是能讲出话来 是白费力气 下面我宣布 此次中标青锤弯项目的公司是 许氏集团 莫言海 你听到了吗 我们赢了 都是你的功劳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 太好了唐唐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也谢谢小舅舅帮忙啊 帮的不是你 不用行 小舅舅还是这笔气啊 等我上台 我陪你啊 明安 我们是对手 赢了你这么高兴啊 我们是对手 但我们也是最亲密的爱人呢 我们之间不管谁赢了 我都很开心 再说了 你这么优秀 也是给我长脸了 宋大少 抱歉啊 因为合作关系 一会儿和徐大小姐一起上台的人 应该是我 你这么大毒 应该不会介意吧 唐唐 不合适吧 唐唐 宋先生 你涉嫌贿赂评委 我们要对你进行调查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你胡说什么 唐唐 你别听他下说 我没有 明安 我当然是相信你的 只是例行调查 别担心 走吧 张三 还满意吗 你怎么这么快 找到证据的 秘密 你打算 用什么来换 事情都已经了了 我能看到结果 就行了 这事还没完 虚同这事 你打算怎么办 替我保管一晚上 明早 带着录像 转我爸去 让他自己解决 行 我先送你回家吧 嗯 统统一晚上没有回来了 这电话都打不通 但爸的还不管一下他 这又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有可能去同学家住了呢 这个点他还没醒 你着什么急吗 爸爸 爸爸 童童 爸 妈 妈 童童 你怎么了 莫先生 我女儿怎么得罪你了 得不得罪令说 昨天 纵是和我的方案一模一样 许总 先请你解释这个 童童 这 爸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把资料给送米安的时候 我就后悔了吧 我再也不敢了 大清早的 哭哭啼啼干什么呢 姐姐 你帮我求求莫先生 都是送米安比我透了你的方案呀 我没办法 塔塔 你看 这件事 我也做不了主 莫先生还在这里呢 莫先生 莫先生 童童只是被骗了 他是一时糊涂 救救您高台怪兽 饶了他吧 妈 莫先生 童童还是个小孩子 徐玉通已经成年 商业间谍罪判解 需要我教你 这 有这么严重吗 严重 我严重怀疑你和我合作的目的 毕竟 许氏和宋氏 马上就要联姻了 这时候反打我一旁 也不是没有可能 莫先生 这怎么可能呢 爸 这事如果传出去 不止徐玉通要做了 连我们许氏 也要负连带责任 今后 谁还敢和我们合作 去把鞭子拿来 妈 救我 妈 老许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非要动有家法吗 童童是女孩子 身子若受不起这些 阿姨 我爸当初打我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 要大家打死我吗 来人 把夫人带下去 是 妈 童童 无证事 让你再这样 救你头方案 救你头 说 又有夫人 来人 把二小姐送到乡下去养病 派个人好好看着她 是 莫先生 是我叫你不言 许事后续会让出百分之五的利润 作为这次事故的补偿 希望您不再追究了 看在 许大小姐忙了大半个月的分事 这件事就算了 但凡还有下子 徐与彤已经被开除了 之后我会彻查公司上下 你放心 这事就算了 我先告辞 哈娜 以后公司就全靠你了 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不过 这次既然是宋家在中间捣乱 还把妹妹牵扯了进去 我们 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你放心 你爸我也不是你捏的 宋明安 你干的好事 宋氏集团烧动假期不如人 宋氏集团后期无人 爸 这都是那些没你瞎编的 我不是已经被调查组放出来了吗 你当别人都是傻子 你知道宋氏集团股票掉了多少 爸 我 我知道错了 没用的东西 枪拿不下 还被人抓住把柄 不要你这样的儿子有什么用 我还不如把外面的 你气死我算了 爸 一定有办法补救的 我最近一直在投原油项目 他 我教你多少遍了 做生意要跤踏实地 这个世界上没有掉线别的事 滚 爸 我先忙了 你回来 又怎么了 爸 把你那个刺激 从那个金融公司撤回来 另外 你去找唐唐 清水湾的项目 送谁一下加入 爸 我找唐唐去说 可以 但是那个项目是我信心 这两件事你要是办不好 就别再踏击宋家大门一步 我知道了 爸 你那个可是能够大几个项目 你这个嫂子真是愿老脑 非要不清楚 喂 明安投资的那个金融公司 给我派人去查一查 我总觉得不放心 唐唐 你还想要什么 等会带你去买 今天都送我的 今天 就先这样吧 我也累了 也替爷爷和爸爸 谢谢你 我也想在长辈面前 都表现表现嘛 毕竟上次竞标会 闹出那么大的误会 都贵那个助理 自作主张 放心 许家人 没那么小气 那就好 唐唐 有一件事 我想让你 跟爷爷说一声 清水温那个项目 能不能让宋家也加入 宋家 也想加入 可是 这个项目资金需求那么大 多一方合作 也是多一方助理嘛 而且加入的也是自己人 也放心 我也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这个项目对你很重要 唐唐你相信我吗 你这么说 也对啊 宋大少好像忘了 我也是项目投资人 小舅舅 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这个项目蛋糕那么大 与其让给别人占便宜 还不如便宜自家人 你说是不是 我莫叶寒呢 从来喜欢独占 不喜欢跟人分享 这 唐唐 你先回去 我跟莫先生 好好聊聊 放心 许月堂 你是不是和宋明安 联合起来坑我 宋明安他爸 已经开始调查 那家金融公司了 想让宋明安 跌入谷底 就得要先送他上云端 我是真的很想让他死 这一点 你可以放心 我最后信你 你要是敢骗我的话 那 你想怎样 近日 许氏集团 盛氏集团 和宋氏集团 签订清水湾合作项目 三强联手 宋氏集团股价 连日涨停 唐糖 你真的好美 我现在就要帮你 娶回家了 行什么 不就这几天的事吗 我 我 我先接个电话 去吧 明安哥哥 明安哥哥 你怎么还不来看人家 我不是说了我在忙吗 哼 你在忙着和许月堂试礼服 我都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 宋明安 你要是再不来见我 我就把我的关系告诉给许月堂 好好好 我的小宝贝 我这就来啊 我要见不到你的人 大家都别想好过 哎 唐糖 宫弟出事了 有几个工人 从货桨上摔下来了 我现在可能得去处理了 这几天 我可能陪不了你了 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可以的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快去吧 爸 童童这次受了这么重的伤 他一个人在乡下 他把这次是铁了心 我只能来求您了 求求你 让我把他接回来吧 让他多待两天 好好地反省反省 童童这些天天天给我打电话 说他知道错了 他好歹也是许家的孩子 爸 你就饶了他吧 爷爷 呀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起来 想什么样子 唐唐 你不是跟宋明安 设婚纱去了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明安说 工地有工人刷伤了 去处理一下 这几天 都没人陪我了 他们宋志集团 是没人了吗 你们都快订婚了 还让宋明安到处跑 万一耽误了订婚 怎么办呢 不会的爷爷 明安心里有数 我想着 最近刚好有空 公司有一个 贫困家庭助学计划 刚好在乡下 不如 我们一家人一起去 到时候参加完活动 还能顺便把童童接回来 好啊 这个主意不错 你这么快 就原谅童童了 是不是什么人逼你的 爷爷 没有人逼我 我只是觉得 我的订婚宴上 许与童不在 会被人说闲话 还是 先把他接回来 堂堂说的没错 爸 咱们不能因为 童童的事 丢了许家的野面呀 行吧 就这么定了 好啊爸 那我现在就去收拾了 唐堂堂 你之前不是闹着要跟宋家退婚的吗 怎么现在又兴致勃勃的跟他一起准备婚礼呀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哎呀 最近啊 爷爷总是睡不好 老是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爷爷 我没想干什么 您啊 就是想太多了才会睡不好 我帮您按按 这样您就睡好了 现在舒服多了 明安哥哥 你可算来了 我快想死你了 不是说伤得很重吗 你看吗 就是伤得很重 人家不还输了你 哎呀 我的小宝贝 让你受苦了 那我 让你在订婚前 一直都陪着我 好 我怎么舍得 从你身边里离开呢 爷爷行动不便 我去接童童就好了 哎 我也去 许大小姐 这是去哪里呀 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妹妹在这养病 这次住学公寓 既然是一家人一起 当然也要把她借去 童童 妈来接你了 童童 妈妈来接你了 阿姨 堂堂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宋明安 我全心全意对你 你在这搞我妹妹 堂堂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闭嘴 不想听你说话 宋明安 我们结束了 堂堂 我真的只爱你一个人 我心里只有你 都是她勾引我 宋明安 你说什么呢 要不是你这个贱人装 可怜勾引我 我能上你的当 宋明安 我给你拼了 滚 童童 妈 童童 阿姨 我看你 也不用回去了 你就留在这儿 好好陪徐童吧 我的事 轮不到你操心 今天诸位记者都在场 我向所有人宣布 我和宋明安的婚约 取消 从今天开始 我跟她 没有任何关系 堂堂 堂堂 不要退婚 我保证 我保证一定会改的 堂堂 宋大圣 请解释一下 今天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您会和前婚约对象的妹妹在一起 别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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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宋大圣 您和许玉童在一起多久了 您和许家大小姐的订婚 是不是近于许家的家产 你们再给我胡说八道 我告诉你们 我旅厂告诉你们 扣衩子都不上 滚 宋明安 童童因为你名声都坏了 你要负全责 那个贱人 他不守负导 跟我在一起 他就已经不是处了 都不知道跟多少个男人玩过了 还想要我负责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这个 好面 我告诉你 宋家你惹不起 你一个小三 还想跟我动手 不自量力 妈 我以后可怎么办啊 童童 别担心 咱们现在只是一时落魄 许月堂她得意不了多久了 今日许大小姐撞破未婚夫 与亲妹奸情 愤怒之下退婚 豪门联姻破裂 两家何去何从 你这孩子 让我说你什么好 这么点小事 你就退婚 这是小事 那什么是大事 那你也不能当着这么多媒体的面 把事情闹大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让童童怎么活 在你心里 只有虚异同事吗 爸 我也是你的女儿 你是想要逼死我吗 你这是威胁你爸我吗 够了 许家庆 你给我闭嘴 这个事 堂堂没有错 爸 我也是为了公私啊 现在闹成这样 两家的联姻算是完了 宋明安能做出这种事 还想娶我的宝贝孙女 我绝不会让堂堂嫁去他家的 老爷子 先生 宋大少跪在大门口 说是见不到大小姐 他就不起来 让他跪着 爸 爸 就算是退婚 咱也不能做太绝 或者这个婚堂堂不结 不是还有童童吗 你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 许童变成这样 都是你这个当地的错 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轻点 轻点 宋家给他订婚礼 我明天就派人给送回去 堂堂 我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 都是许童那个贱人勾引我的 我会改的 我一定会证明自己的 宋明安 我们都给彼此 留点脸 别再死肠乱打 堂堂 堂堂 放开我 放我进去 我们好好谈谈 薛堂 你一定会后悔的 到时候 就算你求我许你 我也不会看你一眼 薛堂 做梦 不要 不要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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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疼 堂堂 堂堂 谢谢 堂堂 堂堂 我猛到所有人都死了 你也死了 我也很 我好害怕 做噩梦了 别怕 我在这儿呢 是 做噩梦而已 你怎么进来的 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先把药吃了 莫先生 看来 你犯人家墙头的事 没少干 那么熟练 心里想过无数次 今天是 第一次时间 大半夜的 你找我有事吗 你退婚的事情 传得全场轰动 宋梦被他爸 骂了个狗血淋头 他一气之下 寄了很多钱 打算 抄底原油 敢说王了 你准备好了吗 你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脸红了 我 这 这是烧的 你 不走吗 你生病了 我不放心 我 允许你留下来 不过 天亮之前得赶紧走 免得 被人发现了 真的 遵命大小姐 还挺实相 小姐 你醒了吗 出大事了 什么事 您看看 宋大少出事了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 洪顺金融公司破产跑路 宋大少欠下巨款 下落不明 许月堂合成最大影响 大小姐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你和他好歹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怎么忍心 告诉他你来的人 我跟宋明安 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要是 再敢把手续这么长 小心我赶了他的手 你要是再这样 就被抬除了 那个败家子还没找到吗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给我继续找 今天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借我 宋伯伯 给我继续找 你来干什么 宋伯伯 实在是不好意思 在这种时候上门打扰 但是 有件重要的事 我觉得 我应该和你吃会一生 什么事 进来说 您先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合同 宋明安当初为了还债 和进行炒原油 把名下 送市所有的股份 以两亿卖油 我想这件事 他没有告诉你吧 这个孽子 宋伯伯 您放心 如果宋明安来找我 堂堂 都怪明安他不懂事 要是我有你这样一个儿媳妇 我也就不用为他操心了 爸 喝茶 我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 你这样的女的 怎么配得上我们宋家 关 可能 这就是所谓的有缘无分吧 就算勉强在一起 最终 也不会有结果的 说不定 还会家破人亡 看你这孩子说的 你放心 你那两个亿 我连本带息 一起还给你 这宋氏的股份 宋伯伯 生意 可没有这么做的吧 你什么意思 现在宋氏股份 快翻了一倍 你想原价 从我手里买回股份 是不是 太欺负人了 堂堂 我以为你跟明安 多年的感情 今天你是来雪中送炭的 没想到你是来落井下石的 宋明安搞我妹妹的时候 可没想这么多的情分 更何况 我如果真的想落井下石 就不会先来找您了 既然您不想要 莫先生约我好几回了 那我去给他回个线 诶诶诶 堂堂 叔叔刚刚被宋明安起坏了 态度不好 您别介意 咱们有什么话 坐下来说 抱歉宋伯伯 我已经约了人了 迟到不好 堂堂 你就算要让我把股份往回买 你要给我时间呢 这么一大笔资金 我一时间拿不出来 那我就再给宋伯伯一周的时间 一周之后 股份可就是莫业寒的了 到时候 你如果想买回去 就只能 去找他了 那 我先告辞了 哦 对了 这份合同是复印节 就留给宋伯伯 慢慢看 这 哎呀 你怎么动了这么大的气 小心你的血压 不就是明安欠给钱吗 咱们家又不是还不起 我这事就欠着这一点钱吗 你好好看看 这就是你养出来的好儿子呀 这 这一定是学堂那个小奸人骗他的 你现在还在跟他说话 网友被我告诉你 要是我们的股份回不来 你和宋明安 不给我滚出宋家 徐月堂 你这个贱人 哎 宋太太 你不能进去 大小姐正在 叫徐月堂出来见我 伯母 您怎么来了 唐唐 明安出轨的事 都是阿姨没有教育好他 都是阿姨对不起 你有什么气 就冲阿姨撒 你放过明安好不好 伯母 您 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我跟宋明安 现在和平分手 我可 没对他做过任何事情 可是你拿着合同 去找了你宋伯伯 你宋伯伯一气之下 就要把明安赶出家门 他还要跟我离婚 阿姨求求你 你就把股份 还给我好不好 伯母 我也跟宋伯伯说过了 他已经答应我 现家购入了 您 这是在逼我吗 哎哟 唐唐 就算阿姨求你了 王爷梅 你干什么 爷爷 有我在 别怕 老爷子 我求求您了 你就让唐唐把股份 还给我好不好 要不然老宋 真的会把我们娘俩 赶出家门的 你们宋家 让我的孙女 丢进了脸面 你现在还在 厚着脸皮 想着占得便宜 你这算盘珠子 打到老子的脸上来了 老爷子 把他赶出去 老爷子 我求你 老爷子 我求求你了 王月梅 如果再来纠缠你 你告诉我 我亲自上门 找宋志愿找说法 爷爷 您放心 他没这个脸面 妈 怎么样 许月堂他答应 他答应还股份了吗 许月堂那个小贱人 他怎么会肯 他当初 就图咱们宋家的钱来的 要不然 他怎么跟你好 我真没想到 他是这样的人 儿子 那怎么现在怎么办 你爸爸他 真的会跟我离婚 我一到时候 把外面人招进来 咱们娘俩 一分钱都拿不到 妈 你放心 我有办法 既然许月堂他不忍 就别怪我不义 儿子 你有办法 我认识道上的人 到时候 我让他妈把许月堂给绑了 我才自己出现 救下他 把他给绊了 最后 他还不是在嫁给我 他要嫁过来 那股份和许家 就都是咱们的了 到那时候 我要他好看 那是当然 你是他婆婆 你说什么 他就得做什么 你小时候真可爱 大半夜的 你又来干什么 怕你做噩梦 过来陪陪你 用不着你 你还没把他拉 达达 达达你怎么了 哦 没事 有一只野猫冲上来咬我 被我狠狠惨 你有说错事 没事的话我先挂了 唐唐 我知道我发了很难过 你这辈子不可能再原谅我了 我也不求你能够原谅我 我只想见你最后一面 那个 你别做傻事 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 我真没勇气再活下去了 你来见见我好不好 明天吧 你订个地点 但你答应我 别想不开 好 您别吵游山姐 为什么答应他 别告诉我你还在意宿明安的死活 你不会不知道 宿明安想干什么吧 他想赢我上钩 但却不知道 我才是那个猎人 你会帮我的 对吧 唐唐你终于来了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放不下我 你找我来 如果是为了复合的事的话 就不病 我怎么敢呢 我知道 现在的我配不上你 咱们去里面吧 咱们说话方便点 待咯 站住 把钱交出来 我们来得及就只带了这些 你们要还需要的话 我们现在出去就给你们打 是啊 你们要多少钱都可以 只要你们 放我们走 想跑 哪那么容易 我 我钱都给你们了 你们还想干什么 呦 原来是宋大少 我们今天发达了兄弟 只要绑了你 我们就有大批大帮的钞票了 哈哈哈哈 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啊 这些人不会真的打算黑吃黑吧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明安 怎么会 我好害怕呀 你们要帮忙他 我签了那么多账 我已经被我爸赶出家门了 他一定不会替我换钱的 他不一样 他是许家大小姐 你们跟他要几个亿都可以 只要你们放了我 我保证 今天的事 我绝不输 宋明安 你竟然这么多 人不会钱 天猪地灭吧 你反正也不愿意跟我复合 我凭什么护着你 既然 你们从宋明安身上拿不到钱 那你们 还留着他干嘛 大哥 他说的有道理啊 别怪我们心狠手辣 要怪 就怪你自己太蠢了 别 别杀我 我可以给你们给钱 我有钱 你只要找我妈 他一定会给你们给钱的 你都被赶出家门了 你妈还能拿得出钱来 听说宋董事长 在外面有很多私生子 他还能管你吗 还不如直接问许雕要钱 会快得多呢 大哥 他怎么不走楼梯啊 我靠 这么高掉下去 你一定死透了 反正他自己跳的 跟咱没关系 你这个臭婊子 给我抓住他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咬子 你干嘛 老今天笨了你 放开我 断完之后让我来 放开我 快开 放开我 住手 住手 你手没事吧 没事 这两个人怎么办 刚刚每个手碰了他 我没有 都是宋 宋明安 花钱请我们的 这是临时翻水 赚笔大的 我们没有伤害许小姐的打算 不说 就管你的两只手都废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碰他了 不是我 我没有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莫言凡 够了 把他们交个警察吧 他们的心 只会脏了你的手 我真的没事 小昂的伤伤得不严重 宋明安的事情已经传开了 这可惜 让那小子死得太轻松了 他 不配让你亲自动手 是 你先好好休息吧 宋明安的事情交给我了 唐唐 怎么样啊 伤到哪里了 哎呀 痛不痛啊 你这孩子 怎么会突然和宋明安去查山呢 还遇到了绑匪 没事吧 老爷子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照顾好唐唐 不管莫先生的事 如果不是莫先生 我这次的安危 恐怕就很难说了 这次感谢你啊 今天不方便 改天呢 我一定带着唐唐 亲自上门道谢 老爷子客气了 既然您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莫先生 我送你 唐唐 跟爷爷说实话 你怎么会和宋明安去爬山呢 他又怎么会从山上掉下去呢 你不会是 爷爷 我绝对不会做那种事的 不是爷爷不信你 爷爷是担心你啊 你看他 爷爷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做那种错事 是宋明安 昨天晚上跟我打电话 叫我去见他 我听他有自杀的倾向 我就答应了 没想到 他竟然说买了绑匪 想要 宋明安就是个大混蛋 他死了就是活该 爷爷 爷爷 你怎么回来了 姐姐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可我也是被宋明安骗了呀 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保证 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 孝敬爷爷 你人都回来了 我还能再把你赶回去 起来吧 斗就贵 有点鼓起 谢谢爷爷 谢谢姐姐 姐姐 听说是莫先生 把你送到医院里来的 我想感谢感谢他 他走了 这样啊 那就等到下次院会再说吧 不好意思啊 莫先生 为了感谢其两天 你救了我姐姐 我敬你一杯 你是谁 我是许与彤啊 是许月堂的亲妹妹啊 我怎么没有听说 许月堂 有一个亲妹妹 莫先生 你等等 不好意思啊 莫先生 我不是故意的 莫先生 我好像起不来了 你能扶我一下吗 能出去 是 放开我 放开 我可是许家的小姐 姐姐 来了 累不累 还好 我今天加班有点晚 迟到了 这是 姐姐 你看 这个宝案多无理啊 把我 一点小事 走吧 许月堂 你别得意 总有一天 我把所有东西都抢回来的 莫哥 恭喜啊 事业又更进一步 多亏了堂堂这个合作商 这位是 这位是四大家族许家的大小姐 许月堂 这位是白木仙 白小姐 你好 既然都是四大家族的人 就不用这些客套的礼仪了 我最讨厌的呀 就是国内这种虚假的人际关系 你既然不喜欢 那你滚回国外去啊 哎呦 我就是吐槽两句嘛 瞧你小气的 我们就窗边坐 别理他 好了好了 知道你不想看到我 那我走就是了嘛 堂堂姐 那你送送我呗 好吧 白小姐 这边请 哎呦 这就护上了 堂堂姐可不是你的私有物 她今天可算是半个东家 送送我怎么了 你先去那边坐坐 我马上就回来 哼 白小姐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慢走 许小姐 听说你对勾引男人很有研究嘛 找个机会我可要好好向你请教请教 白小姐 我跟你都不认识 你也不了解我 这个不能随便乱说吧 这不就认识了吗 我可是很期待跟你下次见面 莫名其妙 宋明安 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白沐贤跟你说什么了 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 你别放在心上 我没放在心上 只是 我刚才好像看到宋明安了 宋明安已经死了 你能不能别再想她了 莫先生 你这是 在吃醋吗 不可以吗 别忘了 你已经答应我了 顶巾和彩礼 我已经给你了 你放心 答应过你 解决完送嫁就跟你结婚 我一定会履行诺言的 白小姐怎么来了 许大小姐 听说 宋氏有部分股份在你手里 对吧 白小姐耳抱神真灵动 宋氏确实有股份在我手上 但是 抬个架吧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白家大部分产业都在国外 似乎 跟宋氏并没有什么关系 薛堂 白家跟神有任何往来 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 探听这种商业机密 可不太合适啊 白小姐严重了 既然 你那么想要宋氏的股份 那我就按照市场价 三个亿给你 没意见吧 徐月堂啊 你倒是会算计 宋家这些股份 你左手倒右手 里里外外赚了一个亿 多谢夸奖 只不过 白小姐把赌注 押在宋氏身上 这个投资 可并不合算 宋氏现在千疮百孔 虽然看着还是四大家族之一 可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破产了 到时候 你可是血本无归呢 徐月堂 你别小瞧我 堂堂 你助理刚才 给我的那份合同 有点问题 徐月堂 宋氏有我在 就不可能到了 咱们走着瞧 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你刚刚说合同有问题 什么问题啊 给我看看 我没答案 你不会是知道 白孟贤来找我了 特地跑过来一趟吧 你怎么那么放着她 这个女人 到底做了什么 具体不好说 但是啊 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这女人啊 脑子有病 恐怕 远不了了 她花了三个印 买我手上宋氏的骨粉 看她样子 应该是想和宋氏联手 也不知道宋氏 给了白家什么好处 这宋氏一直被我们两家打压 自然会找个帮手 这白家就是最好的选择 但 亮她们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小班时间到了 我请你吃晚饭吧 你跟我好好说说白家的事 你这个女人真是 走吧 公司的事不都交给唐唐去忙了吗 你怎么还这么拼啊 唐唐有唐唐的事 大方向还是要我把控的 哪里嫌得下来啊 哎呀 你说你都这个年纪了 还这么拼干什么啊 唐唐能上手 就交给唐唐去做呗 你早点退下来 咱们还能环球旅行 多好啊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说话怎么这么不着四六啊 前几天庆宫宴的时候 大家都在夸唐唐 还说 他要接你的班了 大家都很幸福他 合作商跟他关系也很好 我觉得他们说的挺对的 你也是时候退下来 胡说八道 我猜五十多 唐唐还是个小孩子 他哪有什么能力 管我这么大公司 好了好了啊 你别生气了 我相信大家也就是随口一说 心里还是认你这个许董的 咱们公司下半年的业绩 就这么多了 爸 为什么我之前提的几个项目 突然都停了 项目不说 是您的意思 谁让你进来不敲门的 这是公司 不是家 你越来越放肆了 许总大小姐 等会儿我还有个重要的客户要接待 我就先下去了 爸 这几个项目 不用说了 这几个项目 要么前期投入太大 要么回报率低 时间线拉得太长 根本就没有继续的必要 可这些项目 我都已经谈到一半了 你让我怎么跟对方交代 这点事你都要问我 你不是本事很大吗 这点小事你都解决不了 我当然能解决 可这件事 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发生了 我很难不怀疑 爸爸你是不是在故意针对我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学堂 你是翅膀硬了 对我的决定都敢随便质疑了 你这个逆女 我今天非得 哟 许总 大清早就在教育女儿了 没 就是跟堂堂日常交流 声音大了的 莫先生 你怎么过来了 堂堂之前跟我谈到一个涉外项目 我很感兴趣 所以今天特地来找堂堂 这个项目 我怎么不知道 是我接下来想做的项目 只是初步的项目 正好那天庆功宴 跟莫先生聊了一会儿 他刚好很感兴趣 既然这样 这个项目你跟妹妹一起做吗 不行 许与彤之前做的那些事 你难道都问了吗 现在许事我说话不管用了 是不是 许总 行 想让我带许与彤可以 不过 筹花刷的钱 我要求高 到时候许与彤受了什么委屈 别怪我欺负他 你肯带他是他的福气 爸怎么会怪你呢 我跟莫先生还有工作要谈 先走了 爸 我刚刚看 姐姐好像不是很满意 你做的决定 他不会给我穿小鞋吧 他敢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告诉爸 我去教训 爸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别喝了 你醉了 我千杯不醉 你陪我喝酒 我 陪你 雪糖 在你眼里 我到底算什么 我们是 合作伙伴呢 我们之前 明明很气候 你怎么 突然问这个问题 真扫心 合作 你答应过我 要和我结婚的 嗯 对啊 结婚 联姻嘛 莫先生 你不觉得 换绑利益的婚姻 在最 长久了吗 合作伙伴 我们之间 只有利益关系吗 是 兄弟 我爸等 你现在脑子不清醒 自己照顾好自己 等你清醒了 我再问你这个问题 问我 可我也不知道 姐姐 我联系那些客户 要挂会才能到呢 你要不先喝杯水 先新酒 谢谢 童童啊 你能 去帮我拿点新酒药吗 我头有点疼 好 姐姐 童童 嗯 谢谢你啊 为了我来回吧 你也喝点吧 谢谢姐姐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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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坑我 你还弄我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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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彤说的不错 他姐姐真是个大美人 今儿 我又服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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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都醒了啊 醒了醒了 早就醒了 既然就醒了 想清楚我们什么关系的 莫严寒 你非得在这个时候比我吗 我和你都没关系 我为什么帮你啊 你 打扰莫先生了 我带了个妞跑了 我这就把她弄走 走 滚 我这就走 站住 嗯 嗯 您还有什么吩咐 总不能 让你白来一趟吧 嘿 把薰玉彤 带走 你说的那个意思 我这就带走 带走 拜拜 我就知道 你舍不得 我不认识你 啊 小气滚 啊 不加千斤 细瓶的肉的 就是不一 小美人 啊 我们有空在一起玩啊 哈哈 快看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嗯 啊 还有更够味的 准备好三百万 否则 就将你的视频传到 哈哈哈 我给钱 我求求你们 不要毁了我 疯痛 这是怎么回事 妈 我该怎么办啊 他们拍了我的视频 威胁我 我不想活了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这原本应该是雪月堂的 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晕倒了 然后就被 傻孩子 你一定是被雪月堂给阴了 这个小气人 也是 妈一定会帮你的 啊 妈 你一定要帮我 啊 啊 啊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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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拿出来 密码 那个 徐雨童生日 视频 我已经删了 以后你再敢骚扰徐雨童 看我饶不了你 徐雨童 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起来 爸 怎么了 你还有脸 我怎么了 我怎么养出你这种不守复道的女儿 爸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不守复道 老许 有什么话好好说 统统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你得教他 我教他 人家都拿着这种视频找上门来了 你要我怎么教 怎么会 怎么还有 不是都已经删了 这视频是真的不是合成的 你果然 过来就打我吧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处理干净 所以让那群流氓有机会找上门了 这件事你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怎么告诉你 难道我要告诉你 把我们彤彤害成这样的 是许月堂吗 你意思是 堂堂派人把彤彤 不可能 你看 连你都不信我 都说这年头后妈难做 一不留神 就会被说苛代妓女 所以 这件事我自己处理了 可怜了我们彤彤 我可怜的女儿啊 好了好了别哭了 这件事我一定会给你们娘俩一个交代 爸 跪下 爸 我做错什么了 你还有脸问 你连你亲妹妹都算计 你还有良心吗 是许与彤 恶人先告状的吧 可事实是 许与彤给我下了药 我在逃跑的时候 是莫言寒救了我 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问莫言寒 那为什么遭殃的是彤彤 我当时晕倒了 什么都不知道 你问我 我问谁 不好了 二小姐自杀了 彤彤 许与彤 你把我女儿害上这样 你还敢过来 你 是爷爷让我过来的 而且 我没有害虚与彤 他会变成这样 你 都是他自作自受 住嘴 你妹妹都这样了 你还说这样的风凉话 你怎么这么恶毒 既然许与彤 已经脱离危险了 那我就先回去 跟爷爷会报了 站住 等会儿彤彤醒了 你去给他道歉 让他原谅你 我不去 我不去 他害我 还要我跟他道歉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你 住手 莫先生 这是我的家事 是徐老爷子让我来的 说徐先生一定会偏袒他的小女儿 让我护住堂堂 把他毫发无伤地 带回去 我怕他 徐总 堂堂我先带走了 告辞 堂堂真是好福气啊 做出了这样的事 还有人护着他 你放心 这件事 没那么容易算 莫严寒 你不是不理我吗 受人之托 你也在那儿 你跟他回去吧 我走了 莫严寒 你就这样 打算一辈子不理我吗 你就憋着吧 憋死你得了 堂堂 回去吧 回去吧 爸 你宠得徐月堂犯下如此大的错 你到现在还包庇他 你倒说说看 堂堂犯了什么错 他害得童童被 这件事 莫严寒已经跟我解释过了 是徐宇童想害堂堂 结果自己被殃吉池鱼 怪不到堂堂身上 爸 您怎么能这么说 童童难道不是你亲孙女吗 您不能这么偏心呢 看看你的狗眼看看这个 你这眼下的东西 被人骗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 童童 不是我其生的 不 这份报告是假的 一定是许月堂做的 你少约我堂堂 今天 徐宇童想自杀 验血的时候 医生发现血腥不对 我同莫严寒去问的时候 医生告诉她的 我要再去做一次DNA鉴定 我不信明明会背叛我 我已经承认把豪敏叫回来了 先审他 如果他不肯说 再做鉴定不迟 闹得满城风雨 你脸上有光啊 爸 怎么了 徐宇童 是不是我亲生的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 你不能因为童童做了这样的事 就不认他呀 到现在你还骗我 徐宇童和我没有血缘关系 她不是我亲生的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童童怎么回事 贱人 说 徐宇童到底是谁的面种 我不知道 当年我被前男友抛弃之后 我就跟你在一起了 我真以为童童是你的孩子 没想到 老徐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离婚 不要老徐 我不想离婚 虽然统统不是你的孩子 但是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的 你怀孕了 爸 我知道我之前犯错了 但是 您看在我肚子里孩子的份上 原谅我 不要赶我走好吗 你真的怀孕了 千真万确 好吧 我让人 带你检查 如果这孩子是真的 那就留下 如果是假的 爸 我亲自带明明去检查 您就不用操心了 赶紧滚 上辈子 好命根本没有怀过雨 如果这孩子是真的 恐怕又要委屈你了 爷爷 只要您健健康康的 我就不怕受什么委屈 好孩子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护着你的 爷爷 爸 检查出来了 是个男孩 这下您总该放心了吧 爸 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养胎 给您生出一个健康的继承人 继承人 爸 我决定了 明天就让律师过来给遗嘱 把所有的家产 都给明明肚子里的孩子来继承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告诉你 许家的财产 都是堂堂吗 谁都别想拿走 爸 堂堂总归要假人的 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财产 当然要给儿子咯 住嘴 孩子还没出生呢 一切都还说不准 你现在就要着急去改遗嘱 谁串作的 也以为我不知道 爸 您误会我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老许要改遗嘱的 我还劝他 现在改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毕竟啊 孩子还没出生 就跟姐姐争家产 我怕堂堂会不高兴的 可老许他飞呀 住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给我滚出去 爸 你别把气撒在你身上 我已经决定好了 改遗嘱的事 谁也改变不了 你 你这个腻子 燕燕 爸 您真做点 我不惹您生气了 不能改遗嘱 好 不改遗嘱 不改遗嘱 您好好的 燕燕 吃点 我老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在了 可是 你们父女俩一定要好好的 燕燕 你一定会成名百岁的 我们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 要永远在一起 只要堂堂不招人明明 我会一直对她好的 你呀 不开心了 我没有不开心 就是胸口堵得慌 哎 你说爸今天发病 都是我的错 要不我搬出去养胎吧 省得爸天天糟心 你别多想 爸那是老毛病 等你生下我们的孩子 爸能不开心吗 要是能平平安安生下我们的孩子 我也就安心了 我会保护好你们娘俩的 我看你最近心情不好 对孩子也不好 环球中心开了个新的顶设定 你去购物换完心情 哇 谢谢老公 松手 这是我先看上的 该放手的是你吧 我现在肚子里怀的可是许家的继常人 你要是把我怎么样了 就等着被赶出许家吧 我记得这家店 客户同时看上一个包 是要看配货的 是这样的 给我拿十套 当记得最新款 配饰随便配 你稍等 我马上 等一下 给我把这家店所有的配饰都包起来 谢谢许太太 许月堂 从前你是千金大小姐 现在可不一样了 等我儿子生出来了以后 许家可就没你的位置了 那等你生得出这个孩子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害我的孩子 许月堂 我告诉你 你要是害了我的孩子 你爸不会放过你的 我爸 会不会放过我 我无所谓 但他如果知道 你一天就花了上千万 他会放过你吗 啊 对了 忘了告诉你 这一家店 是我的 谢谢阿姨 给我增加业绩 你耍我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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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怎么会 她真的怀孕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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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 你醒了 孩子 我们的孩子呢 咪咪 你冷静点 孩子没了 还可以再有 你现在要保重身体 是她 是她 是她推我下去的 是许月堂害了我们的孩子 我要杀了她 咪咪 你放心 害了我们的孩子 我不会放过她的 爸 监控你也看了 是好民想要打我 自己才不小心摔的 不是我 闭嘴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许家的女儿 给我滚 没有我这个女儿 哼 你什么时候真正把我当过你的女儿 你还敢教训我 住手 爸 你不是养病吗 你怎么来了 我要不来 唐唐 还不知道被你们欺负成什么样 这个家 只要我还在一天 就不允许你们欺负我孙女 要滚出去家 也是你 带着你的老婆和女儿滚出去 爸 这个小畜生害得明明流产 你还帮着她 监控我都看到了 是好民自己不小心摔出去的 你怎么怪堂堂啊 这都是许月堂的阴谋 他害怕我把所有家人给那个孩子 他故意激怒明明让她流产 爸 今天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把她赶出家门 你 你 爷爷 爷爷 爸 医生 爸你怎么了 医生 医生呢 困难人呢 这是病危通知书 请签一下字 医生 我爷爷 他到底怎么样了 放心 我们会尽力抢救的 谢谢 你怎么还在这儿 爷这样都是因为你 扫把星 滚 徐总 老爷子变成这样 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 我已经安排了几个医科圣手 给老爷子动手术 相信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谢谢你 多谢莫先生 客气 我们过去坐一下 医生 手术成功了 太好了 莫言和 我爷爷他没事了 他没事了 你爷爷那么爱你 一定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别哭了 血腾 我看在你爷爷的份上 让你留在许氏 你看看 这次合同又黄了 看来这次合同 还是被白氏戒糊了 我怀疑白氏是在故意针对我们 爸 我想要更多权限 方便跟他们竞争 我倒是小看你了 你这事干的不怎么样 这争权夺势的心计 学的倒挺快 爸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有很大的成见 但我一定会跟你证明 好命流产跟我无关 不要叫我爸 薛唐 以后不准再提这件事 不然你给我滚出去试 唐唐 见个面吧 宋明安 你没死 是啊 我福大命大 没有被你磕死 出来聊聊 公司下的冰点咖啡 我疼你 谁理你 唐唐 是我 你还没走呢 没等到你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 坐下来聊聊 就在这儿谈 两话快说 有屁快放 我知道你最近过得不和 需不需要我的帮助 其实 陪我一晚上就行了 我就会让白孟贤 放过你 你做梦 宋明安 原来白孟贤 这段时间所作所为 跟你有关 是我做的又怎么样 你该不会以为 你把我弄成今天这个地步 就会这么算了吧 但是你也别怕 毕竟 徐月堂现在是我的女人 你不想死的话 就离他远一点 你们 走吧 我送你回家 走吧 原来你这个金人 早这个莫严寒勾搭上了 你以为莫严寒真的喜欢你吗 他不过玩玩你罢了 你 宋明安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 用下半身思考 麻烦你 好好洗洗你肮脏的脑子 学堂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等我多久了 没等你 刚好路过 你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吗 莫先生 你对我这么好 想让我 怎么报答你啊 你知道我不要你报答的 我想要的是 算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带我去哪儿啊 你去了就知道了 啊 去挂号 去挂号 我不是来看病的 之前你接着我一个叫 好米的孕妇 什么好米呢 我不认识 不看病来倒什么乱 出去 我先 我先让你 我每天那么多病人 我怎么知道谁是好米 快点 你只要回答我的问题 没想到 手可通天的莫先生 也有吃闭门宫的时候 这个医生 我早就找人问过了 贵了二十多万 愣是一个字眉头 口头紧的很 哼 等着 喂 莫先生 这大半夜的你找我 有何吩咐 你们医院之前接诊过一个叫 好米的流产孕妇 我要她的所有信息 包括产检和流产的 还有 把里面这个医生给我叫出来 我要问话 好 我马上安排 哼 怎么说 佩服 好米的确是意外流产 之前吃过避孕药 加上年龄也高了 孩子有可能是畸形 本来就打算流产 是上面写的 怀孕七种 对啊 怕畸形 所以要流产 不对 好米明明说了 她怀孕十种 如果是怀孕七种的话 那个时候 我爸正在欧洲出差 你的意思是 孩子不是你爸的 所以 她怀孕不是我爸胎子 她想故意流产 塞葬到我头上 我来去告诉你吧 你们先聊 我先出去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跟你爸说 为什么 你跟你爸闹得这么强 你现在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 如果你跟他说了 他只会觉得 你是为了脱罪 故意陷害好米 不如 不如 让好米自己露出麻将 很聪明 刚刚那个医生 就是个不错的传话筒 我也很 你对我那么好 我什么都不能给你 你到底想要什么 在你爱上我之前 不会爱上任何人 我会一直等你 等你回头看见我的时候 来 给你包了汤 喝一下 看你最近好多了 胃口比之前都大了一点 身上的伤好了 心里的伤又怎么好得起来 米米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害死我们儿子的人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许月堂付出代价的 有爸在的一天 你又怎么动得了许月堂 别说把他赶出去了 就算让他离开许氏集团 你都做不到 我不想听这些了 听这些只会让我更加伤心 敏敏 你别为难我了 你走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那我晚上再来陪你 你好好休息 不要伤心了 孩子的事我会想办法补偿你的 喂 不是说了不要联系我了吗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米米不好了 你的事已经被许月堂查到了 什么 你怎么做的事啊 姓周的 不想活了 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已是自身难保了 现在给你打电话 也算是人之一尽了 你今后别再来找我了 废物 白眼活了这么久 妈 你 你听到了多少 我全都听到了 妈 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爸的 万一 我也不想的 我和你爸在一起这么多年 肚子里一直没有动静 更何况 我当时要是不说我怀孕的事情 咱们俩都会被赶出许家的 可你不能继父生子啊 万一爸知道 你爸已经快知道了 许月堂已经查出来 什么 爸快要知道了 那他一定会打死你的 到那时候 我该怎么办啊 彤彤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只要办成了 我们就能大富大贵 什么办法 只要许家人都死绝了 许家的财产就都是我们的了 到时候我们逃到国外去 就算有人翻旧案 我们照样也能逍遥快活 万一办不成呢 只要你听我的 就一定能成 你不是许家的孩子 现在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了 到时候许月堂会继承许家所有的财产 你想被赶出许家吗 还是想流落街头 妈 我都听你 彤彤 你妈妈怎么样了 弟弟没了 他很伤心 那你多劝劝你妈妈 让她别别坏了身子 爸 现在妈跟姐之间的关系闹得这么僵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我想让他们和好 你说的对 可闹成这样 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让他们和好的 爸 要不这样吧 今天呢 我下厨做顿饭 让咱们一家人坐下来说说心里话 就算这次不行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好孩子 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姐姐 快尝尝我做的饭菜呀 爷爷 爸爸 我还有工作要忙 我就先上楼了 姐姐 姐姐 其实今天这顿饭吧 是特地给你做的 主要呢 是想缓和你和妈妈之间的关系 咱们一家人 总这么像仇人一样的 也不好啊 你说 对不对啊 就是唐唐给你阿姨好好敬一杯酒 好好的道歉 去吧 阿姨 我敬你一杯 之前是我莽撞了 您别放在心上 我先干为敬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作为一个长辈 也就不说什么了 但是我这刚流产完喝不了酒 希望你不要介意呀 我替你喝 就当这是唐唐的心意了 爷爷 爸 我有工作要忙 我就先 唐唐 怎么了唐唐 你 你们 来人哪 来人哪 别喊了 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过来的 我给这里呀 所有人都放了架 彤彤 去把这个老东西绑起来 你 你们 我看你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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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担心你自己了 就是啊 姐姐 妈可是给你找了个好去处呢 今天晚上就来接人 不知道 你高不高兴啊 高不高兴啊 你 许月堂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明明 你在干什么 住手 快住手 住手 闭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明明 你真的是明明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 爸 你被好明给骗了 他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你的 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只是想要许家的家产 不可能 明明 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 难道是假的吗 什么狗屁夫妻情分啊 你不过是拿我当一个长得漂亮 想拿得出手的保姆而已 我怎么就不能图你的钱了 你们能有今天 都是你们逼的 贱人 你个贱人 我的血压 爸 我把够血压犯了 你快去拿药 血压 我血压会死人的 药 你让我给他拿药 你还没搞清楚 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徐家庆要是现在死了 倒省得我动手了 我巴不得他现在死了才好呢 徐彤 我爸把你当亲生女儿这么多年 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 爸 对不起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只有你死了 我和妈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你那么爱我 就再为我牺牲一次吧 这就是我 爱了这么多年的老婆和女儿 你就好好地去上路吧 等会儿就让你爸去陪你 爸 爸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们这句 我也很快 快给爸吃药 嚼牙药 冲天 堂堂 是爸爸对不起你 这么多年来 让你受委屈了 爸 只要你没爸就好 我们都是一家人 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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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醒了 医生 我女儿醒了 来 幸好你醒了 不然我一定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没事 这个计划 是我自己提的 更何况 我只是受了点小伤 爷爷他没事吧 他们都没事 小伤 血糖 你多了两根肋骨 你伤得这么严重 还说得这么轻秒旦息 你知道我多 不要为我担心 只要能够让我爸醒悟过来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对了 徐雨桐跟郝敏 你怎么处理的 自然都是进去了 你爸也没拦着 那就好 你还疼吗 不疼吗 医生要给堂堂检查身体 莫先生 我们先出去吧 好了 青手院的工程已经开工了 我记得 青天上面要来试查 我让助理替我去了 你爸去照顾你爷爷 你是没有没有人 我不放心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能不在 不行 那是我的心血 你赶紧去 嗯 好 有什么事情 给我打电话 走了 你来干什么 听说你受伤了 我来看看你 恭喜你解决了 你的继母 和继妹 听说他们这一辈子 都出不来了 不过 他们敢对许家动手 这样的结果 也是自找没去 我们家的事 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宋明安 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说起来呢 还真有一丁点关系 想知道吗 不如 今天晚上 来我家 我慢慢讲给你听 别碰我 我觉得恶心 薛桐 你不让我碰你 你跟莫言 含喽喽巴巴 你 宋明安 你说我水性洋化 那你呢 一个之前靠着徐雨桐 现在靠着白孟贤的小白脸 你才真的让我觉得 恶心 你觉得 笨了你这件 要不是你老子 他妈能有今天 小脸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宋明安 你们在干什么 孟贤 你别误会 是他 都是这个贱人 供应我的 出去出去 宋大少都走了 白小姐 你有什么话说 你这个贱人 你敢勾引我未婚夫 白小姐 并不是所有人 都喜欢在垃圾桶里找男人 徐雨桐 你骂谁 你放开我 莫言寒 你怎么在这 白孟贤 你还护着他 看你被他迷得团团转 没事吧 要不要找个医生检查一下 我没事 白小姐 你说完了吗 不送 走 我为什么要走 正好今天莫言寒也在这 我倒是要让他看看 你这个水性洋化的女人真面目 莫言寒你知道吗 徐雨桐在病房里勾引送明安 还差点滚到床上 那就管好你的人 如果下次再见到他 我就剁了他 莫言寒 你是不是瞎 居然看上这样蛇蟹心肠的女人 宋家被他害受什么样子 你难道不知道吗 宋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完全是他宋明安咎由自取 我喜欢学他 一辈子都不会背叛他 他如果想要盛世集团 我会双手奉上 莫言寒 你真的是疯了 跪下 宝贝 你不要生气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 我让你跪下 宝贝 宋明安 我告诉你 你们宋家现在靠的可是我 还敢在外面勾三搭四 那就是你犯贱 打你都是轻的 宝贝 你说的都对 要打要骂 都听你的 但今天 真的是个误会 我也没想到 许月堂会那么做 你是说 许月堂放着莫言寒不要 回过头来找你 有点自知之明吧 你也配跟莫言寒比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许月堂她是故意让你看见的 她绝对见不得比她优秀的人过得比她还好 许月堂 她怎么配跟我比 当然 谁都比不上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是天下最好的女人 所以她嫉妒呀 宝贝以后在外面一定要注意 远离点许月堂 免得她伤害到你 我为什么要躲着她 就凭她 也配跟我斗 倒是让她看看 我的厉害 李总 跟我们公司合作 您一定不会后悔的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李总 我是白氏集团的白孟贤 正好看见您在 会议过来敬你一杯 白小姐真是个爽快人 白小姐 请晚酒就请回吧 我跟李总再谈公务 你不方便在这 正好 我也有公务要跟李总谈 李总 我白孟贤在这里向您保证 不管许氏给你什么样的价格 白氏都第一成 白氏集团的诚意 我们感受到了 那许小姐这边怎么说 如果许氏愿意让利 我们这个合作还能谈 毕竟都合作了十几年了 李总 这真的是 我能争取到的最低的价格 你也说了 我们两家公司 都合作这么多年了 老朋友合作 不是更放心 更契合吗 你也说了 人情归人情 我还是要为整个公司的利益考虑 抱歉 白小姐 你看我合同都带了 要不我们把合同签了吧 好 李总 咱们合作愉快 愉快愉快 白小姐是这么爽快 那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合作愉快 那就不打扰两位了 告辞 许小姐被我抢了生意 白小姐 你自己找上门来的 谁又能勉强你呢 我有点事 先告辞了 下次请你吃饭 你给我站住 许月堂 这事我们没完 白小姐 之所以会这么针对我 是因为宋明安吧 你真的很像曾经的我 作为过来人 我只能劝你一句 宋明安可不是什么良人 宋家也是个坑 我劝你 最好及时 直锁 不要拿我跟你一笔 只有失败的女人 才会管不住自己的男人 那 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祝你们百年好和 许月堂 我可能这么轻易放过 最近许氏股票 涨得不太正常 我找人查了 有一股境外势力 在疯狂收购许氏三国 许家 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是白孟贤 为了占据最大股份 许氏 只能不停 高价购入自家股票 所以股票就会一直飙升 到时候 就看哪一方 先撑不住了 看了白孟贤 是拿白家拼命啊 要我帮忙吗 还不到时候 爸爸说他会解决 你放心 如果到时候 到了不可调的地步 就算你不说 我也会请你帮我的 许氏集团 最近股票 涨得这么好 许总不开庆功宴 怎么有时间 到我这来了 目前啊 我也算是你的叔叔 许叔叔今天来 就是想问问 许家哪里得罪你了 又让你对许氏集团 这样做 许总 可别乱攀亲戚 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叔叔 至于 我为什么要对付许家 你大可以问问 你的宝贝女儿 如果是为了宋明安的话 我可以向你补证 堂堂 再也不会 和宋氏集团 有任何牵扯 也请你结束这场闹剧 这样下去 只会两败俱伤 许总 你这是在道歉吗 道歉可要有道歉的样子啊 如果你跪一下 那我愿意考虑一下 你说什么 我说让你跪一下 求我 这样我就撤资 放过许氏集团 爸 你这是在干什么 白孟显 他根本就是在故意羞辱你 堂堂 这些年 爸爸做了太多的措施 我要为许氏集团负责任 只要有一些希望 爸都要试试 爸 这件事 我能解决 您相信我好不好 好 走吧 许月堂 你带我这里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给我拦住 给我拦住他 不要动我女儿 有什么事冲我来 许总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向我跪下 我就放过你们俩 爸 这个人 我能对付 不知死活 给我狠狠的打 住手 莫叶寒 你又坏我好事 你再这样 别怪我不念旧情 我和你有什么矫情 白梦仙 我警告你 别再发疯了 否则你早晚会把自己 作死的 我们走 许月堂 下次你就不可能 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许总 我和堂堂这段时间 出差一趟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也不要去找白梦仙 等我们回来 一定能解决现在的麻烦 你要带堂堂去什么地方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我们 要去找白梦仙的父母 相信 他们一定能够理解 爸 你有高血压 就别太劳累了 这件事 就交给我们吧 好 女儿已经长大了 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 你要好好照顾堂堂 放心吧 一定会的 爸 你先回去吧 好 你们先走吧 白伯伯 这件事 不仅伤害了许氏的李毅 也同样伤害了白氏的李毅 到头来 只能轻者痛 愁者快 我不想白梦仙 因为一点点感情上的问题 就让两大家族之间的关系 闹得那么强 你说的这些 我都明白了 这些年是我对于梦仙 所以管教 放心 这个事 我会解决好的 谢谢白伯伯 不用这么客气 你不是说了吗 这关系到我们两家利益的问题 叶寒 眼光不错 堂堂啊 很优秀 我努力 等堂堂答应我呀 我就请您喝喜酒 有神秘资金 买了十万许氏股票 现在许氏股票涨了六个点 一定是墨叶寒 墨叶寒 竟然为了许月堂花这么大手笔 根 现在就跟二十万股 直接拉涨停 从现在开始 停止购入许氏股票 爸 你这是干什么 故事说好了白石交给我的吗 我是让你好好打理白石 不是让你为了一个男人 拿白石 何人拼命啊 你看看你现在都干了些什么 太让我失望了 现在马上跟我回去 我不要 我不要跟你走 我由不得你 我不跟你走 许月堂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要杀了你 梦闲我就先带回去了 这段时间在你们这里添麻烦了 白伯伯 不用客气 希望有机会能够合作 一定会的 希望下次见面 能够喝到你们俩的喜酒哟 哈哈 一定会的 好 拜拜 你给我老实点 不然把你送进精神病院 走吧 我送你回家 离家不远 要不 你陪我慢慢走回去 行啊 走多远 我都陪着你 爸 我想要上厕所 前面有个商场 你让司机开门好不好 老汪开门 不好 要出事 赶紧追 我到家了 回去吧 那个 我有点渴 我能去你家 喝杯茶 你是想喝茶呢 还是想干别的 徐月堂 徐月堂 白孟贤 你怎么 我要杀你 堂堂 放开我 我也喊你 撑住 我也喊 徐月堂 这次谁还能护着你 我要 放开我 孟贤 你不能再这样凑下去了 我要杀他 堂堂 对不起 孟贤因为狂造症 住了一年半的精神病院 我们一直以为他已经恢复了 没想到 滚 他给我滚 还要是有什么事 只要凡妈先陪葬 没恨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想清楚了 我爱你 我早就爱上你了 我只是因为之前被伤害过 还不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只要你没事 我就跟你结婚 我听到了 堂堂 这句话 回到了好久了 等了好久 这个一直待在身上 嫁给我 好 我答应你 老板 因这次受伤 咱们可是吃了个大块眼 原本和咱们合作的布朗家族 就因为宋城这个老东西 说您重伤快死 他们合作到一块了 宋城折腾不了多久了 布朗家族 还是我回头来求我的 我 没打扰你们吧 许小姐你好 没事 为了救我 我为了救我 弄丢了一个很大的合作方 你想要 我怎么补偿你 那就多补偿一些 最后是一辈子 你想得没 没事 没事吧 赶紧吃啊 我一会儿 要去参加宋室的庆功会 晚点来看你啊 不走不行吗 我想跟你搭在一起 嗯 乖 等我结束完 就很快回来陪你 爷爷给的任务 逃不掉的 嗯 这一次啊 白氏和许氏商战 咱们宋氏可真是渔翁得利啊 不仅靠这一波 赚了个盆满波嘛 还让我趁机摆脱了白孟贤那个疯女 不过 白孟贤那个女人 竟然只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便宜她了 她就应该坐一辈子大龙 看她还怎么看不起咱们宋家 不提那个疯女人了 真晦气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该参加 庆功宴了 对 老许 许伯伯 恭喜啊 借着这波东风 登上了江城财富榜第二的位置 那还得谢谢老许啊 要不是你 我还到不了这个位置 更何况只是区区第二 前面不是还有一个吗 不过我相信那天啊 很快就要到来了 美国的布朗家族 这几天要和宋氏 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 原本这个机会是属于小舅舅的 可惜他生病了 哎 真是可惜啊 嘿嘿 老宋啊 未成的事 还是要低调点好 否则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预成没事 老许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你别因为自己过得不好 就嫉妒别人春风得意 你说这个话 老天爷都会不高兴的 爸 宋伯伯说的对 老天爷最讨厌被地里做怪的人 后面快下雨了 爸 我们先回去吧 好 至于宋伯伯跟宋大少 还是先等等吧 要是打了雷 还是室内更安全 你 爸 别生气啊 现在学堂也只能站上嘴上去 等咱们家成为江城第一家族 有大苦都吃啊 宋城宋明安 你二人涉嫌偷税漏税 操纵古事 另外据毫米描述 宋明安你涉嫌参与 徐家杀人未遂案 跟我们走一趟吧 不可能 一定是无限 一定有人诬陷我们 是徐月堂 绝对是这个女人诬陷我们 绝对是无限 警察同事 跟我走 一定是他 你这张嘴还挺灵 是宋家人 做的坏事太多 报应来了 没想到 宋城竟然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罪行 可能 他还指望宋明安替他报仇吧 不过 他想多了 宋明安呢 就是个废物 也是 这宋家也倒了 你的目的也达成了 这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咱们的终身大事 你什么时候 跟家里人摊牌啊 既然你 这么着急 那就 赶紧去换身衣服 跟我回家吧 爷爷 爸爸 堂堂回来了 嗯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的未婚夫 莫艳涵 你们什么时候订的婚 那天 莫艳涵替我挡刀后 在救护车上 我就 答应他的求婚了 莫先生 我有话 想撕下来 跟堂堂说 你不是一直想吃我做的饭吗 今天 我下厨 行 让爸爸和爷爷 尝尝你的手艺 堂堂 你是不是因为莫艳涵救了你 你就以身相许啊 不是的爷爷 我跟莫艳涵 已经彼此喜欢很久了 他是一个 很善良 很有责任心 上进 等得关心爱护我的男人 我只是 那天突然想通了 所以 就决定走出这一步了 你们相信我 可是 莫艳涵这样的男人 谁能控制得住 就算是他现在喜欢你 可是万一有一天他变心了 你该怎么办 如果是其他的男人 家里还能帮你 可莫艳涵 老爷子 徐伯王 我对堂堂是真心的 如果您不相信 我可以将我的全部财产 转给堂堂 并且签订 如果离婚 我就净身出货的协议 起来吧 我们也不是不开明的家长 只是担心堂堂 以后日子过得不好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我们就放心了 谢谢吧 堂堂 你们什么时候 挑个日子结婚吧 爷爷 我爱你 站住 宋铁安 你逃得了今天 逃不了明天 还钱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又不是你拿走 钱没了 宋城 你还指望 你儿子来信你 他因为车祸 双腿都被解枝 你干嘛 谁让你把垃圾桶放这的 我先多管你知道吗 今天必须赔 否则我就投诉你 你干嘛 今天必须赔钱 我没钱 没钱 你别想走 我要有钱会干这个忙 我没钱 王月梅 你别解雇了 工资你也别想要了 保安 把他给我赶出去 你 新郎 你愿意娶这个女子吗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她贫困 患病 或者残疾 直至死亡 愿意吗 我愿意 新娘 你愿意嫁给这个男人吗 爱她 忠诚于她 无论她贫困 患病 或者残疾 直至死亡 你 愿意吗 我愿意 接下来 新郎新娘 交换戒指 我愿意的味道 让你也不太会撒娇 只会把你去嘴角 我喝了就是 给你有